《新党章》 第三 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 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全军实现党的路线 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 一个团结的大会 静静 静静 想爱了吗 等革命成功就晚了 你想 咱俩结了婚以后革命没成功的话 咱们还有儿子吧 儿子以后还有孙子吧 咱们子子孙孙 无情无尽 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那我也不解 你如果 你如果 不答应的话 俺就天天跟你说 这边就跟你说一次 这边就跟你说一次 俺得拿出点鱼共一山的精神来 一天挖一趟 一时挖到你心里去 等你拿出一座山来 咱们都成了老头老太子 那俺也不会 只要俺这辈子能跟你在一块 俺就觉得紧直的 你啊 就是没有一点多的理想 俺 俺这辈子怎么没有革命理想啊 俺这辈子就两件事 第一 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 第二 跟你过日子 两个神仙家盘 现在啊 也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一座叫帝国主义 一座叫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 要挖掉这两座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定要不断地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 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全国人民大众和我们一起来 和我们一道挖着两座山 有什么挖不平呢 文白 校长 雪亭 你们来了 来 请坐吧 好 校长 刚才宋子文先生来了电报 说他在华盛顿 接触了许多美国上层人士 见了美国总统杜鲁文和国务卿 子文在美国 还是蛮有办法的嘛 宋部长把德国战败后 您对国内行事的担忧都讲了 美国人已经注意到 苏军一旦进入中国 给远东行事的影响 那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 他们建议宋子文先生 在美国结束访问之后 直接去莫斯科 与苏俄出兵之前 与他们签订协议 以阻止他们的行动 好 我看这个建议好 可以采纳吗 据国民党的内部人士透露 宋子文访委之后 已经转道去了苏联 说是与摩洛托夫谈判去了 好 消息确实吗 确实 这倒是个新动向 是啊 要立刻搞清楚 报告严 我们是不是应该跟苏联 住重庆的大使馆 了解一下情况啊 我已经跟苏联大使馆 接触我了 他们是一点情况都不透露 既不说有此事 也不说没有 他们呀 根本就是不想告诉我们 那这么说 宋子文已经到了苏联 是的 这也是美国方面的意思 美国让蒋介石 跟苏联发展关系 他就不怕蒋介石也变成红色的吗 他们是希望德国投降以后 让苏联在中国出兵 打败日本 看来他们是想把 刘浅的事情 推给苏联人民 就是这个意思 小虎子 小虎子 你怎么来了 我们不得了 还有你 公鹏 今天你负责幼儿园吗 是的 你看 孩子们怎么都跑到这里来了 他太淘气了 一分神就跑出来了 我这就带他们回去 叶叔叔阿姨 你们说再见 再见 再见 敬阿姨客啊 走 你说 蒋介石他拉拢苏联 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啊 毛主席在七大 提出建立联合政府 苏联同志是非常赞成的 我就是奇怪 苏联大使馆 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呢 为了抗日 我们从来不反对 蒋介石跟苏联接触 他们为什么要隐瞒呢 又非同志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按照中央的部署 与民盟的朋友一起 继续在中间党派 宣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同时 还要旗帜鲜明的反对 国民党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 这个国民大会啊 是骗人的把戏 哦 对了 我跟张表芳 华延培 沈君如等人都谈过了 他们都不赞成 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 据说 国民党在做民盟的工作 好 徐北同志 朋友的工作 我们也要做 延安有事顾不上 我们要主动一些 好的 对 咱们真该好好赏试 这是好机会 今天请大家来啊 是想商量个事情 想说国民党 召开国民大会的事 这几天 王世杰和少丽子 几次来找我 可我没有答复他们 我已经多次表明我的意见 我不赞成国民大会仓促举行 召开国民大会本来是好事 但是蒋总裁这个开法不行 这代表啊 都是抗战前选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党员 既没有共产党人 也没有各民主党派 这样仓促开啊 我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共产党已经明确表示 不参加 我看能不能开会 关键要看我们民盟的态度 共产党的要求 是在各党派之间开协调会议 在这个基础上 再召开国民大会 我认为这个建议可以参考 我的意思是 既然咱们民盟的意见很关键 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支持政府 政府得到咱们的支持啊 咱们的民盟 也会得到投桃报李的 你是说让我们民盟 利用这个机会 出卖朋友捞取政治资本呢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政治是什么 就是一种 你来我往的事吗 你就直说政治是一种交易 不就是这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呀 如果对我们民盟真的有利 我看可以考虑 做人要光明磊落 做政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做人有问题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瞅了 你看 我们还是说说 国民大会的事情 我没意见 你们怎么说就怎么定吧 反正啊 我是不赞成立刻召开国民大会 召开国民大会 是为了实现民主 如果条件都不成熟 而强行召开 这不把民主建国的机会 白白的给糟蹋了吗 六全会从五月五日 开到二十一日 你是太劳累了 我呀 不想干了 这次大会上 竟然有代表 说我写的 大会宣言 狗屁不通 说总裁身边啊 都是九能反贷 其实啊 那些人是对总裁不满 不过是不敢跟总裁发难 拿我们出戏吧 就其原因啊 还不是因为六全大会的选举不民主 既然是选举 就应该真选 如果是假选那不是骗人吗 如果按照校长的说法 仍然使用以前的国大代表 中共就没有一个代表 就连民盟也没什么代表 这样就等于我们自己选自己 人家当然不愿意 我看要这么下去 恐怕我们国民党就没有什么前途了 我也是这么想啊 共产党不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吗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它就是成立了联合政府 也得听我们国民党的主张 没什么可怕的 布雷兄 你这话只能跟我说 不能跟别人说 总裁现在最恨的是联合政府 最怕的也是联合政府 请 你可来了 我等你了 快请 坐 搬把椅子 搬把椅子 怎么 再说国民大会的事吧 真是 老兄啊 国民党要召开国民大会 共产党不参加 要求召开各党派的会议 你有什么高见啊 张文白今天给我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案 说是可以先召开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因为国民参政会里啊 就包括各党各派 听说王若飞并不同意啊 他们当然不同意啊 因为国民参政会里头三分之二都是国民党的人 孟真兄 你就没有什么办法打破这个僵局吗 我今天来就是想与各位商量 如果要让中共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呢 只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中共的决定 那就是毛泽东啊 我们只有说服了毛泽东 这个国民参政会才可能开 说服毛泽东 惠僧兄 你这个想法有点异想天开啊 我们怎么去说服毛泽东 到哪里去说服毛泽东啊 我们怎么不可以到延安去一趟呢 我们可以组成延安观察团 到延安去亲自说服毛泽东 促成国共再次联合 这倒是个好主意 你自己去 表方兄 我一个人去怎么行呢 大家都去 我去 我也去 你呢 我没兴趣 我去 我跟毛泽东是同乡 正好去看看他 还有王云武也愿意去 还有张伯军冷遇秋两位 这是个好办法 我看 今天我是很有收获 既然你们要去 那你们几位就凑在一起 再明天搞出几条内容来 好说服蒋介石 支持我们去谈判呢 好 那咱们明天查社见 好 我们今天去仙人家 可要好好向仙人请教一下 是 两口就没见仙人 是啊 正好看看 你看什么呢 走啊 走 走 那咱们到后边看看去吧 好嘞 小王 这篇文章改得不错 是吗 现在你把百姓 对和平 对牺牲活的渴望 写得比较充分 等一会儿 大家都到齐了以后 乖 你给朗诵一下 好的 谢谢 您看 这是您上次看过以后 我修改过的 请您指教 我们一起讨论啊 好 柳先生 好 好 柳先生 先生好 这么巧 你们也来了 是啊 是啊 来 坐 柳先生 你们家周围 怎么有那么多陌生人啊 是蒋总裁给我安排的保镖啊 来来来 坐坐坐坐 来 这边 来 同学 你坐这儿吧 先生 宋子文去了苏联 您知道吗 现在外面都在议论纷纷 说政府和苏联已经修好 并且要签订中苏友好和平条约 这意味着斯大林不再支持中共了 哦 我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愿意中国是国民党一统天下吗 不愿意 不 我们不愿意 大家都不愿意的事情能办得成吗 依我看 斯大林不但不会抛弃中共 他还会支持中共 蒋总裁也是愿意民主的 你这是什么话 重庆遍地那么多特务 这也叫做民主吗 是啊 我同学的哥哥 就是因为在街上张贴了新华日报 就被国民党的特务给杀了 这叫什么民主啊 这是特务干的 蒋介石不打日本人 只搞特务 残害中国人民 就冲这一条 他就是假民主 对了 听说现在蒋总裁正在准备召开国民大会 过了十一月份 他就还政于民了 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 这句话说得好 不怕不怕 姑娘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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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啊 王八蛋 丢点砖头 没什么 别害怕 走 走 快点 走 站住啊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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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让他跑了 站住 别跑 回来 回去告诉你们主子 让他来命的 算了 太远了我们追不上 咱们赶紧回去看看先生吧 别说什么事 走 走 怎么样 怎么样 抓到了吗 抓到了吗 没抓到 跑了 让他们跑了 先生他没事吧 先生 你怎么还笑啊 我笑 是因为我看到 蒋介石这个人 已经完了 他不光是怕共产党 怕民盟 连我这样的人都害怕 我一届书生 他们用特务来监视我 用这样卑劣的手段 来威胁我 你们可以看出 他内心的虚弱了吧 先生 咱们 要不要先找张报纸 把窗户糊上啊 不 这就是蒋介石 所谓民主的杰作 让他展览着 我看他们把玻璃砸完了 还砸什么 剩下的就是我这条老命了 想对付我柳亚子 拿子弹来 如果用我的老命 能唤醒全国的青年 让他们看清楚 蒋介石是个什么人 他所谓的民主 又是个什么东西 我知 就是死 也死得其所啊 是说 是 有 是 就是 是 是 现在 是 是 有 是 有 不 您 您 再 他 地 不 稀 来的电话 谈判进展得怎么样 他在苏联见到了莫洛托夫 也见到了斯大林 他说下午就向您汇报 他没有说谈出什么结果吗 他说苏联已经答应了 和我们建立中苏有好条约 只是提出了一些条件 条件 提出了什么样条件呢 苏联提出的条件 都是从雅尔塔协定中来的 雅尔塔协定 这个协定到现在都没有公布 它里面写了些什么内容啊 只有英美苏三国知道 大体的内容是 美国人想让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个月 进攻远东打击日本军队 苏联人不愿意白白流血 想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好像美国人已经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总裁 宋子文与苏联人谈判 看来是很艰难的 老乔 主席 累了吧 还有什么事吗 您应该休息了 你先去吧 是 主席 周副主席 主席 军雷 毕师 最近有什么新情况 国民党派宋子文到苏联谈判 这引起了我们一些同志的疑虑 外面传来消息 说斯大林跟宋子文说 以后不再支持共产党了 这个消息传得很快 不光是重庆方面 连我们的很多同志 都认为是真的 我看 是不是应该派一个同志到苏联去 向他们解释一下 我们的政策 解释一下七大以来的路线方针 也许 路上会有很多困难 等到了苏联 时间恐怕已经晚了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当然首先要跟中国政府签订一个协议 我们不是执政党 他们只能跟蒋介石签 再说 苏联同志是会考虑大局的 可是有的同志认为 苏联现在倾向于国民党 这是我们整风运动的结果 无稽之谈 苏联不可能倾向于国民党 如果没有整风运动 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人们对中苏条约的疑虑会更多 我觉得蒋介石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因为这对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有利 中苏一旦签订条约 苏联会很快出兵东北 日军失败的更快 我们要相信苏联共产党 看大局 不要看小的方面 大哥 是这儿吗 到了到了 司机大哥 就是这条街 好快去吧快去吧 谢谢你啊 等抗战胜利后再见 好再见 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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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交海交大量 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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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贵姓啊 我姓沈 现在在这家是姓黄 黄家 那你知道沈家的人搬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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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妈妈 张妈妈 是我啊 你 你是 我是沈樱啊 你是沈家的二女儿啊 我是沈樱 二小姐 这两年你都干什么去了 这两年我人在长沙 兵荒买乱的 没有办法通信 你告诉我 我的家人搬到哪儿去了 死了 死了 死得好惨啊 这事儿啊 我就不能一下同意了 是吗 带着我来 我上次跟 哎呦 哎 姑娘 你不要紧吗 你怎么了 哎 姑娘 你说说看 说不定我不能帮你呢 哎 我千辛万苦从长沙回来 没想到 我的家人 全都被炸死了 阿修 来来来 放开放开 我奶奶在重庆啊 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投靠吗 我爸爸有一个朋友 叫柳亚子 柳 柳亚子 柳亚子是我们的朋友啊 是 我天还在一起呢 真的 是 是 那先生 你能不能把他们家地址给我 柳亚子先生 我不知道啊 别补兴啊 柳亚子先生刚搬过家 我也不知道啊 哎 这可怎么办 哎 小姑娘 我我我出个主意啊 你不妨到我们民萌那个 总部啊 先住几天 我们再想办法 地址是 嘉庭桥新村十五号 谢谢 来来来 提上啊 从这边上去啊 往右边转 然后呢 那边有条路 谢谢先生 来 记住 慢点啊 记住路啊 来 去吧 去吧 记住了啊 姑娘 走了啊 斯大林提出 要同时签订三项协定 一项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一项是关于 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 还有一项 是关于 满洲铁路的协定 也就是说 如果后两项协定不能签订 那 第一项协定也不能签订 这是他们给我们开的价钱的 他们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军事区 不仅包括 吕顺和大连 而且 包括毗邻的陆地和海域 苏联有权 在这一地区保持 海军和空军不对 总裁 这样一来 吕顺和大连就成了他们的了 他们还要在大连海湾 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只供苏联和中国军队使用 我们才有多少海军呢 那干脆说是苏联的得了 另外 他们还要求满洲铁路 以及该铁路相关的企业 包括 工厂 作坊 地产 煤矿 森林 都属于苏联 校长 他们实际上是想把整个满洲 从日本人手里 拿到他们自己的手里 我跟他们讲了 我要回国向总裁请示 我不同意 总裁英明 拒绝他们容易 只是 这个怎么解决呢 总要想出一个办法吧 关于中共 他们是怎么说的 这个他们答应的倒挺痛快 摩洛托夫说 他会帮助 国民党统一中国 斯大林还说 如果 我们签订了这一切的条约 他准备 用他一切可能的办法 帮助 中国政府 实现 军队的统一 他原话是这样说的吗 我再三想翻译核实 这些话没有错误 斯大林是个很难对付 很善变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要轻信他 看来他们不像是在说假话 通过这些话 体现了他们与中共之间的矛盾 总裁 斯大林还等着我们的答复 您看 我看 我们 先不要忙着回答 放一放 让他们也等一等 我们 学庭 你说总裁是什么意思呀 总裁也不好走出这个决断 我还以为 他会拒绝斯大林呢 现在是我们有求于人家 想让人家出兵 就得给人家好处 不 我们不应该让苏联人出兵 问题是美国人让苏联出兵 让我们找苏联人谈判 就是把我们踢给了苏联 其实美国人知道 苏联会提出这些要求 国家不强大 总会被人欺负的 总裁当然知道 郑杰出在哪里 只是不便说出来罢了 今天呀 让大家聚到一起 是想商定一个方案 以便到了延安以后 大家有个统一的行动 统一的态度 另外呢 这个方案啊 也要兼交给蒋总裁审定啊 你有什么想法 就跟大伙说吧 这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啊 我们既不按照政府的 也不按照中共的 但是呢 要把这两者的意见都包括进去 我们建议 先召开一个 由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 当然嘛 这个会议 还是要由政府来召集 参加的人员嘛 也由政府来定 好 好 这样一来啊 既满足了毛泽东 召开政治会议的要求 又满足了蒋总裁 要政府确定参加会议人员的要求 就是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这国民大会 以后还开不开啊 这国民大会还开不开 什么时候开 我们不定 政府不定 当然 中共也不定 最后呢 由政治会议来定 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条 在政治会议召开之前 政府 首先应该 有一些 政治改革的措施 好 说得好 对 说得对 对的好 我认为 政府首先要取消 这个特务政治 因为这个特务行动 可以说在重庆 是人人痛恨 还要取消新闻检查 这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声音 对对对 叶武兄 你看呢 我没有意见 好好好 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 那我们就把这三条 先交给少丽子先生 让他转交给蒋总裁 如果蒋总裁 同意我们这三条 那我们就去延安 好 如果蒋总裁不同意呢 那 延安之行 只好作罢 你好 你好 这些稿件啊 好 我还要 若非同志 少师同志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刚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宋子文从苏联回来了 有结果吗 他手下的人传出消息 说这次中苏谈判 苏联人提出了很多 苛刻的条件 都有些什么 要求把东北各省交给他们 东北各省 这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宋子文 故意让手下人造谣啊 他们说 蒋介石有可能答应 他们要以此来换取 苏联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 少师同志 我去和董毕武同志商量一下 这一情况 要尽快让毛主席制造 今天晚上 向延安发报 马上准备 好 走 那这么说 美国政府是完全支持委员长的工作了 不支持中共或者是其他政治力量 美国政府认为 只有委员长可以代表中国 只有委员长可以管理中国 是这样吗 是的 德国已经投降 你们美国的军队 能不能制止苏联出兵中国 苏联在冤动出兵 是为了战胜日本 大师先生 美国为什么不能出兵呢 你们完全可以在中国任何的港口 摊头登陆 中国军队也会配合你们 苏联出兵 对中美两国都是好事 可以尽快地接触战争 中国的老百姓可以早一点 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也可以 减少美国士兵的牺牲 大师先生 你想过没有 苏联出兵 战后 中国 日本 朝鲜 以及远东各国 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那是不会的 在我看来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关于苏联出兵 我不用你们流血 也一样可以打败日本人 问题是 装备了你们五十个师 一百个师 你们还是不打日本 而是准备打共产党 我想 这就是斯蒂威尔给你的 矛盾所在 难道你们愿意看到一个赤色的中国吗 中国不能亡在日本人手里 也不能亡在共产党人手里 不会的 因为 毛泽东 他不是你的对手 是 马夫人 你替我送一下 和尔利大使吧 我们去行 请 主席 这是李克农同志送来的 南方局的同志 刚刚得到情报 是关于蒋介石 和苏联谈判的情况 先放这儿吧 此件还送给别人看吗 少奇 恩来 老总 还有毕师同志都要看 是 主席 喝口水吧 黄龙啊 你们弟兄几个 弟兄五个 不少嘛 如果把一个兄弟送给别人家 你愿意吗 那肯定不愿意啊 没送给外人 比方说 过几给你大伯家 那 那俺也不愿意啊 除非这时代养不活了 要不然谁送人呢 你倒是回答得很干脆 这种问题也不如想 所以你准备了 他要求我們對他戰鬥嗎? 在說話中,他不敢讓我們對他戰鬥,但他不敢讓我們對他戰鬥 如果我們不合適, Chiang Kai-shek不會戰鬥與日本 只要這個,他仍然會決定他不合適 我們將來戰鬥不向他戰鬥 他在戰鬥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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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 現在川普總統已拒絕了戰鬥 從開始的年來,我們從南北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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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但我們卻不在戰鬥對戰鬥對戰鬥 我看,他沒有那麼高興的事 你意思是,你的川普總統還不會支持他更多嗎 Well, he'll support it because we can't tolerate a Soviet military presence in China. And then it will be a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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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Over. And then it will be a red China. When you don't want to do it. And then it will be the red China. 不过你不做 有没有得罪朋友 这才是你的本事